那我就非常的渴望我有一个自己属于我自己的秘密花园 我自己的农场 所以因着这个渴望 然后我就来到了这个地方 那当然有一段就是在网路上大家没有听过的 当时我们经过了凤凰山庄 那我跟徐医师当然还有一些早期花莲的同学 那我们就是经过了凤凰山庄 那之后就是在经过的时候 然后我突然有我们的那个什么 我记得那时候在我们就是开车的那个 就是当时那个花莲分会的主任的先生国祥 他就说前面有蛇 那我就非常的害怕蛇 我就把眼睛怎样闭起来 赶快把眼睛闭起来 然后赶快往下看 所以我就没有看到凤凰山庄的这个一片荒芜 那回到台北 徐医师就问我说 紫涵你比较喜欢赛斯花园 还是比较喜欢凤凰山庄 所以我就 那时候我就跟徐医师说 我本来就很渴望有一个大自然的生活 那徐医师就觉得这个人傻傻的 应该很好骗 所以应该是上钩了 所以我就答应了 可是在这个过程后来 我就回想这一条蛇的意义 因为这一条蛇让我没有看到凤凰山庄的一片荒芜 所以我就傻傻的就答应了 所以连一条蛇对我 蛇是我最怕的东西嘛 所以连一条蛇的出现 都具就是充满了意义啦 那当然来到这个地方我就开始在想 要如何去把山庄建立成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那为什么叫赛斯村 因为在我们未知的实相的这本书里面 赛斯他曾经提到 在我们的内在心灵都有 就是还有很多我们未及处及的处女地 在未知的实相大家找得到这段话 在我们的内在的心灵 还有很多我们未及处及的处女地 而每一个他鼓励每一个学员 他鼓励每一个人 也应该在这一个处女地里面 去建立属于自己的心灵城市 来属于自己的心灵城市 那后来当然在我接触徐医师之前 徐医师就一直要建立赛斯村的 所以在最早的时候 当然我一开始并没有参与这一个 好像为什么我们要去建赛斯村什么 可是后来在听他的演讲的时候 我慢慢的了解 我们原来是赛斯讲过这一段话 所以徐医师就说 好 那我们要来怎样 我们要来 要把这个心灵的城市给具体化 所以他说我们要来成立赛斯村 所以赛斯村的成立是来自 就是赛斯书里面未知实相的这一段话 那为什么要成立赛斯村 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消失在地平线》 赛斯村的能量就仿佛 那一个香格里拉的那一个感觉 《消失在地平线》这一部电影里面就有讲到 他就在讲一个香格里拉的 在西藏的一个高山里面 那在讲一个那个香格里拉的一个世界跟环境 那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充满 就是那个环境是充满的爱 充满的光 没有任何的比较 也没有任何的竞争 那就看到那个电影里面的画面 就是每一个人都开始 比如说有人牧羊 那就会有生产什么 羊乳 对吧 那有人织布就会开始生产衣服 那有人拉桃就会怎样 就会开始制造一些碗盘 那有人当然种蔬菜 那在那个地方 他们就是以物异物 就每一个人回到一个 所谓的赛斯讲的爱的互助合作的环境里面 就是你家的羊奶就是给我 然后我们的蔬菜就给你 就有一种交换 那每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并没有竞争 所以黄金对他们来讲 遍地都是 可是有没有意义 黄金对他们来讲 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为什么 因为用不到 因为用不到 所以黄金对他们来讲 并没有太多的作用 所以在那个地方 每一个人都跟大自然 有一个很深的连结 那我记得有一个画面 就是女主角在一个湖边 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举手 应该工作人员都看过 从好你没看过 真的吗 我们看八遍了 你还没看过 我们真的看七八遍了 这一部真的很棒的电影 那其中里面有一个画面 就是女主角脱光了那个衣服 在湖边洗澡 然后刚好这个男主角 男主角是误闯的那一个人 听到脱衣服 大家眼睛就张亮了 然后这个男主角 就误闯的那个禁地 然后呢 就会看到有一只松鼠在跟他打暗号 有一只松鼠在跟那个女主角打暗号 所以我觉得我是很感动的 真的就是回到 我们前几天在看徐医师的那个视讯 有没有 徐医师讲到 有没有 比如说你在树下乘梁 那你是作为一棵树 有没有 在看你在树下乘梁 也就是你就是那一棵树 比如你就是那个流水 实在是说 作为一个流水的身体 流过每一个城市 有没有 你就是那个流水 你就是那一棵树 你就是跟大自然连结在一起 那在这一部片子里 我也看到了这一个部分 人跟动物是可以怎样 沟通的 是可以有心电感应的 然后看到那个松鼠 在跟那个女主角 因为我都不太记得外国人的名字 因为我英文不好 所以他们的名字都很长 那他就在跟那个女主角打暗号 打什么暗号 就是有人来了 有人来了 所以他就赶快躲到一个 大石头的后面去 那我觉得整部片子 让我很感动的是看到 他所描述的一个地方 他一直在强调的就是 在这个地方是充满了什么 温暖 充满了光 充满了爱 没了竞争 来那我们再回头想一想 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有没有竞争 有没有比较 有 对不对 我们每天 他们那边是偏低都是黄金 可是黄金都怎样 没有用 黄金就是没有太大的作用 因为你买东西吃东西 不需要用到黄金 你不需要用到黄金 因为是以物易物 所以 可是我们却怎样 花大部分的时间 在怎样 努力赚钱 努力工作 对吧 甚至我们 期待我们的孩子 未来要很有用 也经常在这一个生活的 比如说我们对生活的一个期待 所以 或者对生活品质的一个要求 我们也经常在这个上面 不过这部片子 唯一我比较觉得 跟赛斯有点不一样的是 当人离开了这个地方 比如说 里面有其中有一个 有一个角色 就是他19岁误闯的那个地方 所以他进到那个地方之后 一直在那个地方的能量 所以他 已经100多岁了 可是他看起来是19岁的样子 所以在 那个 相隔离大的那一个环境 他没有 就是人不会老 每一个人都可以很轻易 很容易的 就可以活到200多岁 包括他们的那个创 就是那个开创者 都已经活到200多岁了 都活到200多岁 那 可是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 演戏嘛 所以里面就有一幕就是 这个19岁误闯的 这个女生 她一直想着要回到 她的原来的地方 所以当她离开 这个地方的时候 她就怎样 就马上急速的变老了 然后之后就死去了 那我有这一个地方 比较不是 我觉得跟 我们想建立的赛斯村 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也就是说 这一部片子在强调一个 相隔离大的环境的能量 那我比较想要建立的赛斯村是 我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能量 深深地生植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也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心中 每一个人去建立属于我们的什么 赛斯村 以前叫什么 香格里拉 那我们现在叫它是什么 赛斯村 也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心中 要去建立每一个人的赛斯村 虽然我们今天来到赛斯村 这个具体的地方 而这个具体的这一个地方 是我们一个演练的地方 也就是一个练习 先透过有一个具体实相的 一个地方的练习 然后慢慢的在我们的心中 有没有 去建立一个这样的赛斯村 比如说在心中 这个赛斯村的能量是什么 比如一个是自我价值的建立 我今天跟阿玉有一段对话 阿玉是我们的 来 阿玉举手 阿玉是我们的 就是赛斯村的大厨 我们的三餐都靠他 如果他给我罢工 我就头很痛 那因为他今天 他今天在跟我反映一下 就是今天阿强好像对他怎样 凶了一点 我糟糕 这件事全世界都知道的 全世界都知道的 那当然我也小小的说了一下阿强 其实这是一种 我觉得在这边相处久的 这是一种一家人的感觉 那有时候就是太亲近了 反倒讲话我们就会太直接 就会忘了有很多的理解 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